傳說中5G 噢 讚嘆 我只是買了相機,只是想看到這些數字 今天就好做,很早已經開身 因為想拆開這隻蛋,這隻是Linksic的快刺蛋 買了多少錢呢?就是3,600元 用了消費券減1,000元,即是2,600元 拆開它,試一下它的功能 補充一點,這隻快刺蛋是在黃金 我比較過兩個地方 就是一個旺角的電路中心 3,999元 黃金是比較便宜的,3,600元 因為這些東西比較少中一點,難找一點 在英國也買不到,你一定要寄過來 假設我在英國,基本上這東西賣5,000元 我現在是2,600元 我覺得也值 因為這個器材很有用 一邊拆一邊說 拆開它,感覺上整部手機這麼大 它是略大一點,但這隻也很簡單 坊間我看過就是Leggear和Links 兩個大品牌做5G 它的頻寬跟英國的5G頻寬一樣 N78,N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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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有兩個 整體來說,英國只有三個頻寬 N28,N78,N258 N258就不是普通人玩 N28,N28,N28 N28,N28,N28 N28,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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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8 N28,N28 N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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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87 N28 N28 N19 看一看,有一個開關鍵 有一個不知什麼鍵 有一個USB充電位 我看到別人是可以插電腦的,應該是用USB插電 插電到上網 但不要緊,我主要是外出使用 如果在家裡,例如你不知,我打算過英國 如果電腦太差的話,都可以用得著 它對比來說,人們喜歡有一個螢幕 它這裡是沒有螢幕的 有些簡單的一點點就是信號 電腦和Wi-Fi信號 我會表示 我實際上玩下去才知道 究竟是否真的好用 或者是不好用 但如果你說性價比來說 應該比較過就差不多了 因為Linksit也是大牌子 和Led Gear 所以理論上 只有賣貴沒有賣錯 當然 大家如果家裡有快遲手機 那你的快遲手機 你必須買這款 因為我沒有快遲手機 那就尷尬了 一部快遲手機,很漂亮的 說到五六千一萬元 新機 你當然可以買二手機 兩看 二手機 有些人不喜歡 現在你這部機 二千六 我買二千六 政府就津貼我 等同買一部二手機 所以我覺得 OK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之前買了一隻4G彈 那些4G彈 其實是 OK的 沒問題的 用到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過到去 我突然之間 想用快遲 我是用不到的 我除非買手機 對吧 這個就是拆了出來 都成餅 不是說很重 半部手機 四分三 三分二部手機 那種重量 OK 看看這個盒子有些什麼 這部蛋放在這邊 那就是 都是送一些火牛給你 很流行的 家裡太多了 這個火牛 挺漂亮的 漂亮的火牛 不要緊 漂亮的火牛 沒有人厭少 還有線 這些線都貴的 你出去買到 是漂亮的 Type-C to Type-C 這些 雖然 我試過買過 在 Type-C to Type-C 是漂亮的 這些是漂亮的 哇 我雖然在 電腦特買場買過 很便宜 如果真的要買 20元左右 但他送了一條 如果你外面買一條漂亮的線 是說六七十元 那就可以了 還有東西送的 他說好像Facebook那裡 你讚好它 再送到一個充電器給你 原價五百元的充電器 這裡有說明書 很有趣 因為它沒有螢幕 所以要用手機的app 去做一些簡單的 測試 這裡有一支針 讓你塗 筷子的位置 即是筷子 這是什麼 拆開網 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噢 火牛 火牛 OK 明白了 它又是那些 那些新的火牛 因為你旅行用的 那些火牛 很正常 它真的都 照顧周到 你要什麼插頭都有 兩腳 兩元頭 這些 香港用不著的 這些頭 然後兩滑 這些 是不是 香港其實用這隻 其實 三頭 這些就備用 去旅行的時候 不知道 可能日本就兩腳 都理解的 我當然可以拆這個 用來充電器 其實不用 家裡也有很多充電器 不過它會送多一個給我 OK 拆進去 這樣 哇 很漂亮 這個按鈕 是給你解封的 即是你解封它 應該是按緊這個 按緊這個 按緊這個 可以解封 按緊這個 這個按鈕 這些都很漂亮 因為它這些漂亮的 火牛 充電都會有 差不多的速度 即是 放進去 充電 不是什麼特別的 OK 那我就 接下來 看看開 開不開 試一下 因為它有時候 可能有些內置電 所以旅行的時候 我想你要手持 即是你上機 要手持 這個 這個不是很大問題 看看開不開 開的 5G 開燈 砍一下 砍一下 當然我不太明白它的色錄 一定要看說明書 它這個就是唯讀是 它掠視它這個 令人覺得很迷的 一個 當然你看完說明書 可能會明白它說什麼 它這裡有白燈 藍燈 白燈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先研究一下 OK 經我看完這本說明書之後 它的信號燈是怎樣解釋呢 它的信號燈 不是說很難 這樣也很容易 三盞 它是三行 這盞是電力的 白色燈 有電 低於50 它就會變成橙色 再閃就是 它好像超人斬燈 那個模式就沒有電 差不多 容易 這個Wi-Fi 它到底有沒有連線 那些 也是 白色最正常 閃燈 不正常 沒有 沒有特別 兩隻 其他不用你了 中間這個 比較弱 但也不太難明 中間這行 它有 綠、藍、斬斬斬斬斬斬斬 意思就是沒有SIM卡 如果全部藍色 根據這本書所說 全部藍色是最厲害的 快捷召 如果四盞綠色 便LTE連接 LTE即是4G 4G,綠色燈是4G,藍色燈是5G 如果落家融,我就大概知道全藍燈的位置很漂亮 全綠燈,其實是插了5G卡,但用4G 然後綠藍斬,即是沒有SIM卡 還有一個狀態,綠藍斬是頭和頂的燈 LTE連線失敗 兩盞燈斬就是不行 你自己想好 都理解 他有說明書教了怎樣使用 其實都沒有什麼 都不用考慮,很容易 當我什麼都不做,很簡單 入一張線卡,放進去,完成 完 他的密碼有寫的 其實他的機背都有寫的 這些很重要,你怎樣進入密碼 機的名字是怎樣 都沒有什麼特別 即是跟普通WiFi彈進去 他都不會預理很複雜 基本上他的設定 他有一個Apps,你可以進入 可以不進都可以 當然,其實我又沒有5G 我又沒有5G手機,也沒有5G 在鴨記買了5G券,就35元 其實這些是SmartTone送的卡 但我不知道鴨記怎樣搬回來 有5G,很少 讓你試試玩 SmartTone 我還要查他的覆蓋 究竟哪裏有5G呢 你才會試到那種速度 接著要打個號碼 即是我要先進入六部手機 先進入六部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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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說試玩卡 就OK 我又不是在香港用 如果我真的去英國的話 理論上 香港的5G卡 對我來說 用不著 又是插卡儀式 我這裏 有張中移動的卡 先插... 基本上是 即是... 不過我要先進入六部手機 先進入六部手機 先進入六部手機 這張中移動 即是有時直播 出街用 或者用來做一個封印號碼 我把這張中移動 我把這張中移動 放在這裡 我把新的卡放進去 比較麻煩 要要按一下這些卡 順便介紹一下我的那張中移動 即是用來做直播 直播是嫌他的前置鏡頭有點奇怪 即是他的聲音是錄得挺漂亮的 我自己覺得他 把他統進去 根據他的做法去做 先放在這裡 他又要打個號碼出去 麻煩吃飯 OK 開機了 開機都快 讓大家看看 Google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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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20秒 開機速度也不錯 好 申請又 搞定了 開機了 那我就先啟動了 我真是第一次啟動了這些卡 通常我買的卡都是希望找一張即插即用 它是升 3條1 升305 很棒的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3條1 升 3條1 3 0 5 很棒 然後他又說打出去 嘗試一下 嘗試一下 5G卡 首先我先關掉Wi-Fi 先關掉Wi-Fi 先關掉Wi-Fi 看看SmartTone的原生 先關掉 收不到 不太能收到 H-Plus H-Plus 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開過YouTube看看 已經有上網了 這個是H-Plus H-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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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當然 我們先試一下 速度測試 這個我就這樣插入 4G手機 5G卡 插入 手機 那裡 我們這些 經常出街直播 有個速度測試 測試它的速度 Go 可以做一個對比 現在是4G速度 因為它 會不會有5G 都收不到 家裏 我不知道收到什麼速度 還有家裏 這個不是Hawksport 所以5G是有它使用的局限性 讓大家知道 你不是到處可以用到 但是 因為我去到 我打算過英過威 我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 我買到一個SBear 買到一個 SBear 因為它只用4G 現在它11Mb 剛剛檢查過 就11Mb 左右 11Mb 下載 其實 當然 你看影片是夠用的 11Mb 看YouTube影片 絕對夠用 很順暢 11Mb 我猜 你預計是可以用 10Mb 1Mb 我猜 看看它有沒有顯示 那個 它有沒有顯示 那個 那個 上載速度 因為我們是看上載的 我們的內容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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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過對比測試 這個LTE 是中移動的 鴨 就是 鴨 很普遍的 太空卡 我試試它的 速度 去到什麼速度 對比一下台 高 還有我家裡 我不知道要收什麼 很快 很快 LTE 比H-PASS H-PASS 是很慢 搞笑 我的4G卡更快 53Mb 去到 我猜 53Mb 很漂亮 OK Whatever 搞笑 就是 我把5G卡放進去 暫時說 家裡 就是 如果把 把鴨寄進去 其實可能會有些不錯的效果 但如果把這張 可能效果令人失望 是很容易 按照對 它已經穿了機 穿了機 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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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分別 手機 有事都可以 我把鴨寄進去 先拔出來 這些很容易 它是 它是 它是這個CM 不是 對 嚇到內衛 這個CM位 沒有這麼暗 這些很微細 好像做手術一樣 放一張SIM 好像 哎呀 怎麼放 哇 這些真是米鵰 放一張SIM卡 放到 可以 它是部分位 OK 這些很微細 哇 專業 不要說 插插SIM卡 跟醫生做手術一樣 很仔細 小心翼翼 這不是這個位 是不是這個位 有點摸不到的感覺 我不要忘記它怎麼進去 可以 可以 好 好了 今天 看看 藍燈 藍燈 綠燈 藍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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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它5G最厲害 做個測試 我將會 入電話 還有 可能找幾多 三四部 排好手機 在這裏 每部應該都收到5G 那個Wi-Fi速度 那我就 先入電話 它顯示 Wi-Fi的畫面 它有 Linksit03 就是我手機的名字 還有5G HERBS 其實有什麼分別呢 我試試按5G HERBS 入電話 入電話 應該可以 已經 已經連線中 已連線 應該正常 顯示 Wi-Fi燈 已經開啟了 這部機 我正在用這隻彈 採取資料 正在傳輸 Wi-Fi 這個其實就是流動的 Wi-Fi 射進去 試試做Speed Test 我不會太過 先看看 五盞藍燈 它是傳說中的5G 我不知道家裡能否收到 看看 剛才中移動到50Mbps 它是傳說中的5G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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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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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麗 我家裡收到5G 剛才我插進去 LTE不是變成4G 如果你把5G卡插進去4G 你當作是更差 半用到,10Mbps 有點驚喜 隨便掃插App 感受一下速度 畫面也正常 這些速度是500多Mbps 光纖 如果上傳做到不錯的感覺 就非常好 如果下街行常有這個速度 就更加非常好 我用兩部手機 三部手機 不會用完所有手機 試兩部都足夠 這個都連了Wi-Fi 連了Wi-Fi 彈 拿開一點 我正在用這一個 五燈全著 全藍燈 這些新科技很緊張 剛才我真的 可能大家都不明白我為何這麼興奮 假設我在國外 如果我有5G 我收到5G 我家裡 我今天在家裡也收到 當然 可能 外國沒有我們香港收得這麼漂亮 希望如果市區做到這個感覺 起碼你下載是有種 不愁 下載 速度 我再次檢查一下 Wi-Fi 我再檢查一下 應該是 我連接了是Linksit Linksit Linksit那個 對 我免得搞錯了 等一下變了我家裡那個 我家裡的真光籤 真光籤是零計 我都對比一下 這個偽光尖 是5G 390Mbps 很討厭 大家會想不到 想像是怎樣 390Mbps是什麼 什麼概念 一套電影 1Gbps左右 1080P 比你2Gbps 這個速度是什麼 差不多三分一套電影 上載也有41Mbps 41Mbps 不錯 41Mbps 不夠用 如果我們上載的 比較高度的影片 但如果下載直播 就很爽 有這個速度 很爽 就算穩定 我做一個對比測試 如果我家裡的Wi-Fi 都很快 但那個上下傳已經不同了 讓大家看看 我把他關掉 轉回我家裡的 應該轉了 很快轉了 我們試試真光籤 真光籤 現在看看科技是怎樣 我們香港很快 真光籤 即是我家裡的Wi-Fi 射出來的 510P 光籤 很厲害 光籤 整條比你 530P 挺滿意 其實跟剛才 差百多Mbps 跟5G 跟5G 射出來的 以及與眾同樂 這部射到這裡 又射到這裡 大家都知道 5G的概念 射到全屋的系統 這部射到300多Mbps 所以這部射到我 有一點點飲恨 我買了5G 其實我最想要是 上傳速度 如果你喜歡看電影 看片 這些蛋真的很爽 但有時候看你喜不喜歡用 300Mbps 都知道它 因為這些 上傳一定是限制了好些數字 它不像光籤 家裡就是上下傳對等 就是讓你作為創作者 就是這個分別 這個是光籤 跟剛才那個 下載差不多 但下載真的差很遠 畫面所見 就是用家裡電腦 沒有的 應該是裝了Wi-Fi 先檢查一下 是Linksit的Wi-Fi 它不知為何這麼快 990Mbps 看看有沒有錯 應該是這條光籤 不可能這麼快 我家裡的光籤 990Mbps 上傳是780Mbps 我正在試試看 看看可不可以連接下去 現在才是 因為我拔了一條網線 拔了一條光線 拔了一條光線 這個就是我這隻蛋 這隻蛋 射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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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疑一次 如果在家裡只有這隻蛋射進去 射進去 340mbps 其實跟手機一樣 不過我又喜歡再看一次 我可以試一下 只要沒有 上傳不夠厲害 上傳不夠厲害 上傳只有31Mbps 不過普通直播 一場直播 其實是有兩Mbps 可以去到很清 如果我家裡 如果外國真的有很多 只有10Mbps 如果外國 英國 就能夠收到5G 我家裡收到31Mbps 就可以頂到 我可以做到一個有限度的直播 應該是不錯的直播 都可以做到 我想測試一次,就是我連了一條線 連了一條Type-C線進去 它下載也正常 看下載,它會不會快一點呢? 我測試過就好像沒什麼變動 不會很大變動,插線和不插線 差一點 330下載 上載是29Mbps 差不多了,與不插線分別不大 我還未正式拿來出街直播 也不知道它哪裏有Hotspot 也不要緊,它有一盞燈可以 detect 就像探測地雷一樣 有五盞藍燈就可以使用 5G 這個意思 初步,我第一次使用5G 它的下載速度很高興 但我已經過了下載電影的年代 不過這個速度,如果你用來做Streaming 即是用來看影片 有些網上的影片 Streaming 你有時是Fast Forward Back Forward 可能也要看AV那些 跳來跳去,很爽的 其實這些速度 即是幾百Mbps 也有一點驚喜 上載就有一點 不是很期望的,但可以救命的 叫救命速度 即是這樣 一個初步心得 我想接下來直播都會拿這隻彈出去 再做測試 這裏屋家中 做好測試 合格 起碼用到 測試著這麼多,多謝收看